那年家里的老头子们接了一个活 诉了几尊铜像 顺便开个光 送给安徽的一户人家镇宅 但是由于之前 那户人家自己的特别要求 说是家里已经有从各地高僧活佛处 请来的神佛的法相 所以希望家里 给他弄一些特别的灵物供奉 但是当时家里的老头子们 就义正言辞地同那家人讲了 说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我们家是不会做的 再者 在这行里各家有个法 就算家里的老头子 想做个什么邪神鬼将来 恐怕也没那个本事 而且这类东西后患极大 往往闹到最后得不偿失 最好不要轻易涉足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那户人家最终还是听了老头子的劝 于是就捧着几尊野仙精怪回去了 其实家里老头子弄的这些东西 有些像是东北的马仙 就算是你心怀他像 可是只要你诚信供奉 自然有福报溃身 说起来这些也算是十分现实的灵怪了 但是安徽那家人抱着那些铜像 才回去三四天 就火急火燎地打电话回来 说是那些铜像才进家 就已经开裂了 有那么一座像 半夜甚至自己从桌子上翻了下去 直接摔了个粉丝 于是这家人就有些怕了 觉得这是怕有些不对 所以才急急忙忙地电话过来 先是问家里的老头子 像现在的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随后又询问此事 是否是因为这些铜像 与他们家里供奉的其他神灵起了冲突 所以才会有此番变故 家里的老头子接完了这通电话 当即家里的几个管事就凑到了一起 一番商量之后 当天连夜就派了两个老头赶往了安徽 这个时候你若是想问 发生在安徽这户人家里的事是否正常 那还用问吗 这事肯定是不正常啊 就算是安徽那家人 之前请的那些神灵都是正身 但是神佛眼中众生平等 断然不会这么小气 容不得其他灵物 与自己共处一个屋檐之下的 所以安徽这家人 当时把自己的事情一说 家里的老头子就已经断定 此事之中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 第二天下午 家里派去的那两个老头子 就已经赶到了安徽 那次去安徽的老头子 一个是本家的四爷 四爷便是在圈子里 原称颠老四的四爷爷 另外那个老头子是分家来的人 姓李 家里平日里是做干果生意的 成天衣服兜里 就塞了一些松子花生 瓜子之类的东西 没事就掏出来一把 咔嚓咔嚓地吃个不停 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 家里人都开玩笑地 将他叫做米老鼠 现今他年纪也大了 家里人就改口称他做鼠爷了 当时去安徽是鼠爷开车 四爷爷一直缩在汽车的后排打盾 一下高速 他们就发现安徽的那家人 已经派车在路边等着了 两边人见面之后相互寒暄了几句 四爷爷就说也不着急吃饭 事情紧急 让安徽这家人前面带路 直接先去他们家看看情况 谁知四爷爷话音刚落 安徽这人就有些不好意思地 同他和鼠爷说 要麻烦他们换一辆车 再跟着他们去家里 而四爷爷和鼠爷开来的车 他们会找人来开走 再找一处安全的地方挺好 老头子们无需担心 四爷爷当时一听 安徽这家来人的话 心里就觉得这是有些反常 之前还从来没遇见 是主家会提这种要求 而鼠爷别看他年纪不小 但是那性子和年轻的时候 一样火爆 吃半颗沙子在眼里 都容不下的主儿 所以安徽这家人的这话一说 四爷爷那边还没说什么呢 鼠爷就冷哼一声 头气不善地问来人 为什么要换车 安徽这家人当时一看 家里的老头子有些被惹恼了 这时才慌忙同老头子解释起来 原来安徽这家人 这次从家里面请回去的神像 都是送去在乡下山里面的老宅的 那里前些年才刚刚通了水电 但是道路却一直不太好 只有底盘较高的越野车 才能勉强开进那山里去 想这次家里的老头子开去安徽的小车 是肯定没法进山的 四爷爷一听 这家人让他们换车也算是事出有因 虽说之前从来没提过 场面上有些说不过去 但是毕竟现在也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所以当下 四爷爷就用眼神招呼了一下 那满脸都写着我很不高兴的鼠爷 随后便拉着鼠爷拿着两人的行李 就一头钻进了派来的越野车之中 一路上 果然如同来人所说 山里的道路是一场的崎岖难行 好几处地方 连越野车都是刚刚勉强才可通过 若是真的开了自己的车跑进来 一准那车得在半路抛锚 眼见如此 鼠爷脸色的神情才算渐渐地缓和了起来 加上来人又在车里一个劲的陪不是 所以鼠爷爷就将之前的不快望之脑后了 等到四爷爷他们一众人等 赶到安徽这户人家的老宅时 天色已黑 已到门口 安徽那家人就已经在大门外等候了 这家人也没有料到 家里的老头子会到得这么快 头一天下午电话 今天晚上就已经赶过来了 中间竟然没有半分耽搁 这家人一开始还问老头子们 需不需要休息一下 等明天天亮之后 再看看是宅子里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谁知四爷爷历时便拒绝了这家人的提议 一来临行前 家里的管事就已经叮嘱过了 说是这家人宅子里所发生的事 实在是太蹊跷了 事不宜迟 一定要尽早解决 以防后患 二来 对于家里坐镇行的来说 白天晚上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毕竟咱们常言所说鬼魂精怪 并非是一定只会在晚上出现 更何况 今天这家人宅子里的事情也不是在闹鬼 于是在四爷爷和鼠爷的要求下 这家人就将他们带进了宅子 一进宅子 家里的这两个老头子就感到了一股阴寒之气 也许常人对这种感觉还不会那么敏感 但是对于家里老头子他们这些 专门做这行生意的人来讲 这种阴寒却是再熟悉也不过的了 分明是在这院子里 有阴邪之物在作祟 只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正如之前这家人所说的 他们家里供奉着诸多神灵 在这种情景之下 这户人家的屋子里 竟然还会有鹰雾 这也真的可以算是歧视一桩过了 当即四爷爷与鼠爷两人之间 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 嘴上也没多说话 四爷爷的手却缓缓伸入怀中 开始往外掏东西了 这时 这家人也注意到了老头子们这边的一桩 他们一看老头子们手伸进了怀里 还以为他们是在取暖 当时这家一个年级大一些的人就从四爷爷到 说是山里面寒气重 也比山外面冷一些 让他们多担待一下 四爷爷闻言只是一笑 也没回话 而鼠爷却干笑了几声 心想还是别将这事说出来比较好 以免把这家人给吓着了 当四爷爷将自己的精尾盘掏出来 端在手上时 只看到盘子正中间的那条指针 正在一个劲地抖动着 这在现今科学上面来说 应该叫做磁场布稳 但是在家里这行来看 这其实就是附近的阴气过剩的体现 鼠爷当时凑过去 看了看四爷爷手上的精尾盘 顺时心中就明白了七七八八 于是他从兜里掏出一块磁石 试探性地不停在院子的地面墙壁等处打量 看看是否这院子里藏着什么磁性的物质 才导致了精尾盘磁针的反常 可是一圈下来 鼠爷并没有什么发现 于是当时两人在心里就已经暗中断定了 这宅子实诚实的是有些不干净 然而在之后的检查中 不论是前院 后院 还是各处的厢房 前厅的 老头子全都没有发现有何反常之处 特别是这家人 在老宅中的计讽之所 更是毫无不妥之处 无论在风水上 还是奇门方面的讲究上 一看就能看出来 这家人宅子里的布置摆设 都是找过专门的人摆弄过的 断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产生 可是如此一来 家里的老头子就对此有些想不通了 之前这户人从家里请过来的神像什么的 老头子们也都看过了 虽然这些神像被叫做铜像 其实本体都是用泥塑出来的 然后又在表面刷了一层混着金粉的铜漆 可是即便这些东西不是针筒所住 那也绝对不应该会无缘无故的就裂掉的 而且老头子还查看过 那些碎裂的痕迹也绝非是受了外力所致 应该是这些神像从内向外而裂开的 这在这行里叫做碎崩子 经常发生在与鹦鹜斗法 但施法者能难又不够实 他所持的什么镜子 铜牌这类法器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 基本那些法器也是会碎掉 或是在表明会产生裂纹 就如同这些神像的情况一样 而像这些神像这样 直接就碎裂掉 甚至从桌子上跌落到地上的情景 家里的老头子之前却并没有遇见过 不知不觉之中 两个小时就过去 老头子们始终都没有在这宅子里 发现任何问题 此时他们的心里也不由得焦躁起来 突然之间 四爷爷看到了宅子后院处有一口老井 他走到那老井近处 围着井台转了半天 竟然发现这井台上有一处名文 上面虽然并没有写什么 只不过说了些当年 挖井的工匠与日期这类 没有什么意义的信息 因为在以前 官府在建造城墙府衙之时 都会责令工匠与督造官们 将自己的姓氏刻在砖石上 这样如果日后这些建筑 发生了质量问题 官府可以依照石头上的记录 向当事者追责到底 后来这一习俗就传至了民间 当时往往建造一座民宅 所需的工匠甚多 每个工匠所负责建造的部分 彼此之间又经常会模糊混杂在一起 这样往往日后这房屋出现了问题 在一大群的工匠中 就很难找出应该对此事负主要责任之人 所以在建材上署名这法子一出 立刻就被广泛推广起来 建建的不光是造房子 建桥修路什么的 工匠也都会将自己的名字 刻在基石之上 后来甚至连挖井立造这类事情 都不能免俗 只是这一习俗到了清末就已经消失了 其中的原因也说不清楚 所以现今咱们看到的 这些工匠署名的建筑 基本上都是元明与清朝早期时候的东西 正是因此 家里的老头子一看到这口老井 井台上索刻的那行小字 就心知这口老井至少是个百年的老物了 原本老头子还以为 这宅子的问题是出在这口老井上 但是仔细一看 才发现这口井早就被填上了 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这井是明代的古井 只不过是井下面的水早就干涸了 可是这井看上去古色古香的 造型也算别致 所以安徽这家人在填掉井之后 也没舍得将它拆掉 反正本来它也就在院子角落不碍什么事 加之又是一个古物 也算风雅 于是就将它当成一处景致 给保留了下来 四爷爷当时一听这老井 竟然是明朝的老东西 但是看这宅子 却是近些年的新造之物 所以他便问这家人 这个宅子究竟是怎么建起来的 为何会在后院里 圈进一口明朝的废井来 那家人一听四爷爷的询问 也没做什么隐瞒 便以五一时的同四爷爷和鼠爷 讲起这宅子之前的来历来 原来这个宅子 确实是这家人的旧宅 但是得来也就不过是百来年的时间 至于这宅子以前主人和他们家 是怎么得来的这个宅子 实在是年代太过久远 已经没人知道了 只是这个宅子 虽然之前也被翻修过数次 但是实在是过于老旧 所以前些年这家人才费了一番力气 彻底将它拆了 又按照之前屋子的样子和结构 新盖了一个宅子出来 但是老宅子里的很多东西都被留了下来 现在宅子里不少石阶柱子之类的东西 都是以前老宅子里的物件 听到了这里 四爷爷问这家人道 你们重建房子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一些奇怪的事物 比如地窖或者暗室之类的地方 四爷爷这话一出 顿时就惊住了这家人 只听他们回道 当时我们的确是发现了一条暗道 直通地下的一个暗室 不过那个暗室面积也不大 除了几个石台之外 也没什么其他的东西 我们那时候觉得 这个暗室估计是以前老宅子的人 夺土匪避兵祸的地方 留着也没什么用 所以当时就已经把那个暗室给填上了 可是这宅子里之前有暗室者是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四爷爷闻眼一笑 摇了摇头道 我只不过是猜测而已 没想到还真被我被猜准了 只不过以前土匪进家 都是要放火的 弄个暗室躲在里面 照样也得被火烧死 所以这个暗室可不是什么夺土匪用的 这家人闻眼闻道 那么这个暗室是干什么的用 四爷爷这时顿了顿 尝出一口气后 这才回到 那里面 是这宅子以前的旧主祭拜邪神用的 四爷爷这话一说出口 顿时便惊得这家人一阵惊呼 先前那个回四爷爷话的人 当场就自顾自地说道 你们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我就知道盖房子挖出来一个地窖 不是什么好事 现在你们看看 是不是 眼见这人越说越激动 四爷爷忙拦住他 让他不要过于激动 只听四爷爷劝了他半天 最后才道 你们当时发现这暗室的时候 可在里面发现了什么东西吗 那人闻眼回响了一阵 摇了摇头道 也就几个破石头台子和一些杂物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四爷爷听了笑道 对啊 既然里面都是空的 现在你们家所发生的事情 自然和那暗室里 之前供奉的那些邪神无关了 四爷爷这边正说着 一直也同这家人一样迷茫 不知道四爷爷所言何物的蜀爷 突然之间就明白了 四爷爷此时的言中之意 只听得蜀爷略显激动 随手抓过一个人便问道 你们家这些年来 是不是每代每房的长子 都死于非命 四爷爷当时一见蜀爷要说话 就知道他要惹事 可是紧拦慢拦 他最终也没能拦住蜀爷 纳到了嘴边的话 原以为蜀爷这句话 一准会将这家人给惹火 却不成想这家人文言先是一愣 随后在场的那几个年岁大的老人 脸上的表情却都如同 要哭出来了一般 这时就算这家人什么都不说 四爷爷与蜀爷 他们两个也都心知 这家人的事情 是被蜀爷给言中了 结果一问之下果不其然 这家人已经连续几代人的长子 全都没有能养大 不是夭折了 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因病而亡 活得最大的那个孩子也只有八岁 还是出车祸死掉的 因为这个事 这家人已经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找过多少人了 结果这个现象却没有得到丝毫改善 无论是他们的主家还是分家 只要是长子出世 没有一个能够平平稳稳地活下来的 他们家里之前供奉的那多神佛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为了他们家里的这些孩子 蜀爷听了这家人的陈述 心中欲发肯定了之前自己的猜测 于是他开口问道 你们可知道 你们家之前哪个暗示里 供奉的是哪路神灵 这家人当即回道 之前先生你不是说是邪神吗 可是具体是什么神灵 我们又哪里知道 蜀爷闻眼一笑 到那里面供奉的应该是武通神 这种邪神是妖鬼所化 生性浩淫 但是因为他能助人突生横财 所以就算这些神有诸多恶端 自古以来 供奉他的信徒依旧是多不胜举 原来这武通神 又常被称作武昌或是武险 据说在宋代的时候 还得过朝廷的封号 可是虽然有了朝廷的册封 但是实际上 武通神不过是横行相野 喜欢阴人妻女之妖怪孤魂通称 并非是专指哪一类鬼神 通常武通神会被塑像武尊以供奉生理 号称武通 民间多所重刺 传说有财神之能 说白了 武通神其实就是民间的一路野先 就和北方的黄蹄子 西南的柳仙差不许多 这不过是这些野先生性淫血 最好做一些隐宗唤醒 淫人欺女之事 但是因为他可使人获取财运 突生横财 甚至可以一夜暴富 故而自古供奉追捧武通神的人 想来就不在少数 后来甚至一些地方 百姓只遵武通神令 却不从朝廷的法令 所以深受其扰的历代朝廷 始终将这武通神视为妖神 而在武通神横行的地方 又以南方为惧 特别是在这安徽与浙江一带 当时供奉武通神香火的神庙 即可与官府相抗 后来到了明朝万历年间 朝廷终于下定决心 要彻底整治这武通神宗 于是一夜之间 武通神便被官府定为邪神银寺 各地神庙皆遭取缔 神宗神民也遭受到了官兵的清剿 如此的一番雷霆手段之后 那原先已经接近失控的武通神宗 才稍稍得到了一些遏制 然而尽管官府严禁 街面上各路武通也都不见了踪迹 可是当时民间 依旧有很多百姓 在私下里偷偷供奉武通神 不少人家都专门挖了 暗示地窖之类的 白放武通神像 日夜香火不断 鼠爷说 虽然不知道这宅子已经被翻修 重改了多少次 但是看这古景 说明在明朝时 此处就应该是一户民居了 所以很有可能 当时这家人重改宅子时 所发现的那处暗示 就是当年这户百姓宅子里 暗地供奉武通神的地方 而且照现在的情景来看 这处暗示直到清朝 还是依旧被使用着的 约莫着这户人家在得了宅子之后 发现了这暗示中的武通神台之后 也将其延续了下来 继续供奉了起来 听了鼠爷的解释 这家人似懂非懂地又问 说是不是这次家里所发生的怪事 和长期以来 发生在家中孩子们身上的事情 就是被这武通神所害的 又问这是到底有何解决方法 鼠爷当时文言摇了摇头道 你们当时也都看到了 暗示里面出了一些杂物 几乎都是空的 这里连神像香烛之类的东西都没有 哪里还会有什么神灵常驻 所以这处暗示 应该是一处已经被废弃的武通神祭祀之所 听了鼠爷的话 这家人顿时便疑惑了起来 他们忙问这又是何故 于是鼠爷便回道 这世间哪有什么只赚不赔的买卖 既然你靠着武通神的护佑发了财 那你就要勇士供奉他 只知这武通神生性古怪 一个不小心就会很容易得罪到他 一旦武通神被惹火发怒 那你就算是有万贯家财 他也一定可以让你败得一干二净 甚至有的时候都会让你家破人亡 所以这样一来 那些靠信奉武通神而发家的人 不免就会担心 自己有朝一日会因为得罪了这武通神 而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于是这武通神被弃奉之事 也是时常会发生的 鼠爷说到了不由甘笑了两声 继而说道 可是武通神自然不是那种 你想请就请 想送就送的神灵 可以说这武通神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如此一来 那么弃奉武通神的人家 自然就要想办法阻止武通神回来报复 于是当时在重金之下 一些砖扇旁门左道的江湖术士 就炼制出了一种阴毒之物 专刻着武通神回来寻仇 而这种东西就是传说中鬼母 鼠爷说着话 就随便寻了一处地方坐了下来 满面都是萧索之色 无论旁人向他怎么询问这鬼母之事 他却始终不肯再吐露绊子 最后还是四爷爷出面打了一个圆场 用一具天机不可泄露 便将这是给搪塞了过去 等二天 四爷爷与鼠爷同这家人 要来了几大桶的公鸡血 全都都交在了这家人的 大门进口的位置上 随后两人又在宅子之中 做了一场法事 说是要超度亡魂 做完这一切 家里的老头子便同这家人说 现在诸事接定 让他们以后放心 这宅子已经彻底干净了 说完这话 老头子还怕这家人不肯相信 亲自又端着经纬盘 在那宅子里前后院各个屋里 到处那么一走 果然经纬盘的那枚瓷针 再也没有乱抖过一丝一毫 这家人当时还有些不太放心 说这么多大师都没能解决的事情 结果家里的老头子就几桶机械 这么容易就给了解的 都说这简直有些令人不敢相信 然而家里的老头子只是一笑 推说这类事情 只要明白了事情关键之处 向来都是不难的 什么大战三百回合斗智斗法的 那都是电视上的东西 现实中在这行当里 绝对没有这么复杂的事情 四爷爷与鼠爷回来之后 将安徽那边的事情详细一说 家里的那些管事都全心知肚明 原来之前那五通神的事情 鼠爷并没有狂那家人 只是这鬼母之事 实在不适合公然告知圈外之人 所以四爷爷与鼠爷之举 也没有什么过错 毕竟家里拿了钱 任务只是去解决事情 这位施主解一答货 并不在责任之内 更何况这鬼母之事 实在是过于血腥 而且十之八九就是他们祖辈所为 这类事情说明了对谁都没有益处 沉默反倒成了最好的方法 原来这五通神入家之后 家中的长子就自动成了这些神的祭祀之品 或残或吃或死于非命 但在一些人眼中 用亲生骨血来换取自己的仪式荣华 并无什么不妥 但是对于古时这些信封邪神 自觉血脉的人家来说 他们往往就忽略了积少成多 量变引发质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类人家往往繁衍三代之后 血脉就已经单薄得到了无法延续的地步 这个时候很多信奉者的家族里 就只会生育出一个男丁 也就是这个家中唯一的长子 到了这个时候 要钱还是要绝后对于古人来说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十分严肃问题 而这鬼母说白了 其实就是专为应对五通神 由术士练魂而生 只因这五通神所需的祭品 恰好就是信奉者家中的各房长子 所以这个所谓的鬼母 也是需要借助他亲身所淡的鬼子方可成行 在恋化鬼母时 这信奉五通邪神的人家里 先要从外面寻一个 不知内情的可怜女子 将其骗取进家 百般宠爱 对此女子所求 万事皆一 唯有一点 就是定要让这个女人第一胎产下男婴 如果怀孕时发现是女婴 就将其留掉 直到怀上男婴为止 随后 在这女人生产临盆之际 捂他与人私通 将他与腹内的即将出世的男婴 一同杀死 紧接着 在由修炼写法的术师用炼魂之术 利用女子临死之前的 委屈怨恨之情 女卫出世男婴的哀怨之气 分别将这已经死去的母亲与男婴 恋化成鬼母与鬼子 随后再将这鬼母埋葬在家门使街 或者门槛之下 土身七尺之处 而鬼子就在宅内正中 随便寻一处空地将其埋掉 此处方程 如此一来 鬼母就变化成了这户人家 如同护家神一类的灵物 为了保护自己埋在家中的鬼子 不受被弃奉的武通神之扰 鬼母势必会通前来索要祭品的武通神 大打出手 不会让那武通神越近家门半步 而鬼子又是此户人家的亲身血脉 面对武通神的搅扰 又确实是有挡煞之能 这一次 这户人家从家里请过去的那些野仙 自然也不会是这鬼母的敌手 连武通神都不能奈何鬼母 寻常的野仙 又怎么能是他的敌手呢 因此那些神像被损 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这家人之前请去的那些神佛 为何却没有出过这类事情呢 或许是 但这毕竟与自己无干 四爷爷与属爷自然也不会多事 在江湖上坏他人财路 可不是什么见义勇为之举 正所谓同行不拆台 这是行规 点到极止 大家也应该能懂的 只是在术师恋化鬼母的这一过程中 恋魂之术实在是过于残忍和丧绝人性 想来是江湖上各家明令严禁的邪术 我对此也不是十分了解 所以在这里恋我不能详述 总之 这鬼母是武通神的天敌克星 但却不是因为信奉血神 而遭受反噬的万能解药 时间久了 鬼子因为是天元之体 会陷入轮回 失去了鬼子的鬼母 就会将自己所护人家中的长子 当成自己的孩子 尽数带走 只不过一般就是在这种时候 这些恋鬼母的人家里 都会再寻一个新的女子 重恋新魂 户宅保家 然而这一次也不知道为何 这户人家 也许知情的那些老人集体死得突然 竟然没有一个人 将这件要命的事情交代下来 所以才导致的 这家人的年轻一辈被蒙在鼓里 家里屡出事端 却没人知道事出何故 事后 家里的老头子们一打听 果然得知 原来在当年打仗的时候 这户人家遭过兵货 未来得及逃走的这家人的老一辈 几乎一夜之间 尽数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 这屋子也被日本人烧了大半 自从那之后 这家人家里的怪事也就开始了 如今一看 此事必然是这家人 之前所恋户宅的鬼母之故 说起来这也算是因果报应 先人之错 后人常知 只是当年 花着用自己血肉换来的银钱的那些人 是万万不会想到现今这么远的 就算是想到了又能如何 人的贪欲毕竟是无穷的 而四爷爷与鼠爷所用的鸡血与超度 也都是针对那鬼母所施 消用自然是无需质疑的 只是唯一要操心的 就是当年那些被这家人所气凤的武通神 也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如今鬼母已去 他们会不会卷土重来也未尝可知 只不过那家人宅子里 供奉着那么多神佛 总会有那么一两件事真身正神吧 想来应该是勿用担忧的吧 是吗 也许吧 事事由人不由神 以后的事 咱们还是交给天命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感谢观看